救国团南投县团委会总干事新卸任交接典礼日前正式登场 现场嘉宾云集 由卸任总干事邱冠章交办给新任总干事李明祖 今天是我们南投救国团的总干事的交接典礼 那我们的邱总干事那这次调派到我们彰化 那过去在我们南投曾经服务过的民主总干事又回到我们的南投 那救国团其实长期在我们南投的在地的服务非常的深入 那小是在地的环保志工 那大致我们在地的一些救灾就像这次仁爱的这个救灾 救国团也从一开始就跟我们的民众该开始我们相关的募资集资 那也让我们的在区的我们的民众也得到很多的一个支持 议员林汝洋肯定救国团平时的付出努力 也希望在新任总干事的带领之下持续关心地方事务 这次我们救国团的交接典礼 那也希望说民主总干事回来到我们的南投 让我们救国团的业务能够更加的顺利 也祝福邱总干事到了彰化之后能够一切顺利 那未来如阳也会接任我们南投市团委会的会长 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救国团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团体 参加更多公益活动 让我们一起支持南投 让南投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坚引游浩也希望新任总干事能够将过去在云岭的经验 带来南投发挥 现在他来接任我们南投县的总干事 相信过去在云岭县 今天也有许多地方的重量级人士 包括李明州主委 包括赖淑雷议员 还有代表的许舒国 还有我们的商业会理事长 大家都一起来这边 来给他加油打气 还把他送来南投 所以相信在云岭县的许多经验跟资源 也能够承接过来南投县 来做最大的发挥 那今天的交接活动热闹滚滚 非常的成功 在副县长王瑞德的见证下 总干事完成交接仪式 议员们也期许新任总干事 能够继续为南投来努力 记者邱平毅 南投采访报导